總之我們的膽固醇 就要選擇優質的油脂 主廚今天用酪梨 來幫我們做一道冷湯 沒錯 而且選擇這個醬膽固醇 非常好的酪梨之外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還要高鮮 高鮮 我們這邊準備的這個是竹筍 竹筍我們把它丟到這個 廢水裡面燙一下 對啊 因為高鮮 就可以吸附我們食物中的膽固醇 讓它少一點吸收 然後準備了竹筍 那這邊我們還準備的這個是黑木 黑木 那麼都把它放到廢水裡面來 它這道料理的手法非常複雜 就是一直倒 對 因為健康料理其實真的 不要做得太複雜 另外這邊我們比較特別的 就是用酪梨 酪梨 跟另外一個好像這樣 感受很棒的就是豆類 豆類 豆腐 豆腐 嫩豆腐 用這兩個東西來把它做一個冷湯 冷湯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加到 這個果汁裡面來 好 這邊大概約半顆 這邊有點像綜合果汁的感覺 沒有 這個冷湯 就是要吃這種最新鮮的時候 然後這個嫩豆腐半塊就可以了 好 這邊我們還要準備 很好的材料就是這個洋蔥 洋蔥 洋蔥也把它丟進來 好 然後這邊我們加入這個 柴芋高湯或者是蔬菜高湯都可以 記得就不要有油脂的湯 就不要說什麼排骨湯 牛骨湯 我覺得那就可能又多吃一局了 好 那我們調整一下 我們來先把它打成一個 冷湯的部分 泥狀 這個很少人這樣做 對 這是非常人才會這樣做 非常人 你有自己試吃過嗎 沒有 我有吃過 我有吃過 對 當然有吃過才能夠上來煮 看起來我以為是酪梨汁 對啊 一般的酪梨果汁而已 其實把它打細汁一點 把它打細汁一點 你可能平常吃酪梨 都一定會吃甜的 或者是當水果吃 那我們把它入菜 是 這好特別 這喝起來會不會很像酪梨牛奶 因為豆類其實本身好像 牛奶的感覺 對 而且它乳化的感覺會很棒 然後這邊我們就加一點鹽巴 進來就可以了 沒有過多的調味 只有鹽巴 好 很快 你看 就這樣 就這樣子 這麼簡單 這冷湯已經完成了 而且絕對不會有人 把酪梨跟洋蔥打在一起 另外這個部分 我們準備了高鮮的竹筍 然後我們把它冰鎮 稍微冰鎮 因為燙過了 已經燙熟了 對 燙熟了 才會跟冷湯口感是一致的 對 其實這裡很簡單 如果你要吃一些肉 當然也可以燙一些肉 我覺得今天就是我們吃素 好 這裡把它冰鎮完之後 繞起來瀝乾 冰鎮 好 好 瀝乾 瀝乾 好 我們平常豆腐 大家都知道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伊犁 他這個也可以 降膽固醇 豆腐 對 最近我們在高血脂飲食裡面 會特別強調我們的蛋白質 可以來自於大豆 大豆的話 它主要裡面在降血脂的部分 還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大豆裡面 有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它是屬於優質蛋白質 另外它是沒有膽固醇的 它是零膽固醇 然後高鮮 第二個就是說大豆裡面 有所謂的大豆液黃酮 那根據在日本的研究 因為日本常常在吃豆類 他們發現大豆一黃酮 每天攝取80毫克的話 可以有效的去降低 所謂的壞的膽固醇 但是80毫克 大概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一杯豆漿 大概是240cc的豆漿 一塊豆乾 然後再加上傳統的豆腐 三小格 這樣加起來大概就是80毫克的 這個大豆液黃酮的量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病人身上面 我們就會幫他設計這樣子的豆類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女性的荷爾蒙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可以降個膽固醇 像這種大豆液黃酮 本來就是植物性的女性的荷爾蒙 所以當物也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花生 燕麥片 燕麥 熟燕麥片 所以先只要買回來 然後把它泡到熱水 它就熟了 就這樣黏黏的 我們就直接把它丟進來 然後這邊一樣 也是有纖維的小黃瓜丁 一堆纖維質 對 一堆都在裡頭 我們加一點點這個是南瓜籽油 好的植物油 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同時調味也很簡單 只加一點鹽巴 加一點鹽巴 對 加一點鹽巴 把它拌一拌 充分的把它拌合 好 最後這樣子黑黑綠綠的 最後這邊再加這個番茄 也是很棒的 紅紅的增加它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要準備一個小工具 我們就可以來擺盤了 很簡單的一個快速料理 準備一個小模型 把它放在中間 OK 好講究 我以為是最後把它倒進去 它如果要賣得貴一點 沒有 因為這樣一次都會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最難的部分 就是屬於藝術家這個部分 擺盤 擺盤 把它放好 這個一個小步驟 就是你要把它壓實 壓實 要壓實的 好了之後我們把這個湯 倒進去 倒到下面來 OK 看你個人喜歡的稠度 這個冷湯我們是屬於 吃一個稍微比較有口感的 所以你是夾這個 沾一下來吃是不是 沒有 它等一下就是可以和著吃 它可以和著吃 OK 好 加一點顏色 加一點顏色 好 好漂亮 稍微拉起來 好 擺上一點生菜 OK 好 所以我們這一道 醬膽固醇的料理就完成了 掌輕鬆醬膽固醇 我推薦這碗酪梨冷湯 酪梨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能夠有助於保護心血管 與豆腐洋蔥等食材 一同打製成湯 口感滑順綿密 營養又好喝喔